说旅行 因为我是铁路子弟 我从小就跟着我爸爸在火车上东奔西跑 所以可能旅行对我的概念像在旅途中 因为以前的火车开得慢 对 那绿皮车 以前我们从福建 我当时十四岁就考到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然后从福建到北京上学 那个时候坐火车大概要四个白天 三个晚上 好久哦 你说像不像一趟旅行了已经 对 然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妈 每次她都会给我把所有的箱子都装得满满当当 她就老觉得我在北京可能会饿着 就是我每次都很崩溃 因为就我一个人 我那个才十四五岁 我说我怎么拿得动呢 我妈每次都是非常自信地说 你放心 你上车了 到下车的时候你跟车上人就都熟了 他们一定会帮你拿下车的 在那个那几年里头每一次坐火车 其实你都会就是遇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到了真的到了北京站的时候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找别人帮忙 每次都是那些陌生的哥哥姐姐 姝儿阿姨就会帮你把那些行李一起给你拿下去 我说还帮我送出站台 打上车 运气也好 他们行李都少 单单就少 我想我之前也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也是在国外 然后我那个那会儿 我是吃坏肚子了 然后我在那个机场那儿 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药 结果我上了飞机之后我就整个就崩溃了 就不行了 还是吃了不管用 就老往那厕所跑 然后后来 后来我在那儿 我在那儿我就是整个药死了 就那个过程 然后旁边的一个中国乘客 他就刚好带了那个中国我们国家的药 他就给我了 一吃就管用了 对 真的一吃就管用了 我们做的 真的 我们做的 在中国做的 他也是就是善意拯救了我 唐妍姐 你碰到事情会跟朋友分享吗 我开心的事情会分享 不开心的事情都是自我笑话 自己看 对 家里人也不说吗 不说 我报喜不报忧 爸妈也不说 不说 我这件事情想通了 就过去了 有可能会想不通 但是我会想办法去想通 因为我知道 结果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不会再改变的时候 我就放下了 我好智慧 就解决不了 忧虑也没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你何必呢 你为什么要担忧昨天 有道理 其实差不多 我也是那种不太容易 不太喜欢把话讲出来的人 我以前性格比现在 其实还内向 刚刚入行 然后呢 你能说话的人也不多 然后呢 你又老觉得别人认识你 你又不想出去 然后你就在家里面待着 看着那个时钟 一直转呢 你又觉得 这个时间又很浪费 但自己又觉得 没有排解掉心里面的那种忧虑 那段时间其实有点难受 刚好我也认识 像何老师啊 黄磊老师啊 还有 经验丰富的 对对对 跟他们一起交流 就觉得 哇 就聊天 从他们身上 他能说很多 让我觉得 有一种安全感 愿意说出来也挺好 对 其实就是要讲出来 有些人不太愿意讲出来 但是人就是交流嘛 对不对 我们的叫花鸡 我们的叫花鸡呢 是不是倒好了 好饿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吃鸡 好 走 Let's go baby